中国人使用武字 武力的武 这个武字呢 其实就是指割的意思 武这个字最高的境界 不是要使用暴力 而是止住暴力 战争是很恐怖的 战争是很悲惨的 战争是非常残忍的 我们不是说要跟着人仇恨 而是要吸取这个教训 国家怎么样强 才不会再被人家欺负 我叫刘磊 在旧金山开汽车修理厂 大家经常聊天的时候说 听说刘磊你除了修车以外 还收藏一些抗战方面的文物 像他这样子有兴趣 把这个历史想保留下来 给下一代 这个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赞扬他 我收藏了两百多把 日军清华时期将领们使用的军刀 从陆军大臣到山门五十六的指挥刀 现在看来很少的一部分 他的收藏袋很多 有多少东西 我说一千多件很多了 去年大家说九一八了 你收藏了这么多东西 也不给大家看看 我半开玩笑说 你们愿意帮忙 我就办一个展览 没想到整整拉了两汽车 粗点了一下两千多件 小的文物加起来以后四千多件 很惊讶 因为他看到一个角度是平常人家没注意的 借了十几张桌子 就在我自己的修车场里面 也没有打广告 也没有做宣传 当天至少有五百个多人来看 四十多家媒体来采访我 把我吓了一跳 办了那个展览以后 我的手机号码和这个微信 占据了我很大一部分时间 朋友也帮我出主意说 要不要我们帮你挡一下 组成了一个海外抗战实料研究会 没想到的是个人的电话少了 但是实料研究会突然又开始繁忙起来了 各地邀请我们去办展览 美国国会也邀请我们去办一个 抗战七十周年纪念的展览 2015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年 是我们凡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七十周年 收集这个文物的目的是 希望保存历史 那么透过这些文物 让我们能够更细腻的 去接触到当年曾经参与的那些人 他们的心情 他们的经历 以及他们家属的情况 今天我们看了刘磊先生 这些收集 我特别感觉到人的角度很重要 我们看到中国的居民 他们在战场上的牺牲 但是同样的 我今天看到一些日本兵 口袋里的小册子 他母亲收的 他自己他儿子的记录 我觉得一样 他一样是为人子 为人母 我看刘先生的收藏 我觉得他的尤其是照片 这个部分 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 因为很多照片 我们可以就是说 很正很正确的时间地点 都帮助我们 将来会出版的时候 可以更正确更多 照片的来源 康战胜利都七十年了 那八九十年以前的东西 已经老化 甚至一些照片 已经开始掉颜色了 我们希望要把这些东西先保管起来 把每一个故事写出来 这些资料怎么整理 要怎么研究可能很大的时间 比如它有两百本 这个日本区民的日记 那这些日记里面 要把它翻成中文 或者翻成英文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希望各界可以大力支持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这段历史 留住历史 锁住罪恶 10报告 1 2 2 4 5 5